Obset Obset其實顧名思義 你可以把那個剛剛一樣 它的用途基本上就是 主要是偏Obset 顧名思義就是向下跟向右去 所以基本上它會需要幾個基準點 它會第一個 我們找到Obset OK的Obset 它會跟我要總共有一二三四 其實下面這兩個可以略過 因為寬更高 幹嘛我不需要 所以基本上 Reference指的就是說 你要以哪一個初春格當成是你出發的位置 出發 什麼叫出發 Reference 比如說我今天以這個A 當然你要自己找一個 最適合的出發的初春格 那所謂出發意思是 我假如以A2當出發點 那我如果向下 有沒有 那就是Row 右正數 向上就是負 他論是向右是正 向左是負 也就是說我今天呢 假如以哪一個呢 以這個當基準 那如果說我今天要抓的資料是 剛好是 剛好是的話就是 向下1 2 3 4 向右1 就是剛好抓到他 所以我為什麼以他 因為我剛好 這個數字 剛好就是他 他004過了就變是 意思就是往下四個 往右幾個 一個 那不是剛剛好抓到什麼 張宏才嗎 有沒有 所以應該懂那個意思吧 所以 Oversight還蠻妙的 他就是往下 往右 有沒有 就有點像是在 那個Excel裡面 去移動的意思 移動到之後 幫我把這個 把它抓到這邊來 所以呢 一次類推 那如果我要向下填滿的話 可以把這個 鎖起來 有沒有 錢的符號 那這個其實要鎖 鎖 鎖就可以了 然後這個的話呢 基本上可以把它改成 環數 然後 減掉多少 剛剛是 1 所以他現在在哪一列呢 現在第四列 所以減掉3 打勾 然後 向下填滿 張宏才 有沒有 然後 這邊 剛剛好 為什麼 因為這個是偏移 一個 一欄嘛 所以 向這個1 向這邊 變2 3 4 有沒有 那所以呢 我只要變1 2 3 4 所以我如果 減掉3 減掉3 5 減掉3 2 基本上 利用 offset 也可以抓到 我要的資料 這三個 是目前 除了 Vero 函數以外 最常被使用到的函數 功能還蠻多是一樣的 Offset 其他還有什麼呢 除了 Vero 函數之外 還有 H Lookout H Lookout 主要是解決什麼 如果你的藍位名稱不在上面 而在左邊的話 H 是指的 Hony Rental 水平的 OK 那 V 的話呢 是所謂的 Vertical 是垂直的 所以基本上 如果說你資料在 藍位在左邊的話 不過像我的習慣 我 大部分還是把它轉方向 然後用 V 反數 統一嘛 你不要有的在左 有的在右 所以如果說你希望怎麼樣 把這個東西 變成垂直的話 之前的同學不會 應該知道吧 如果你要把它變垂直的話 你可以用選擇性貼上 裡面的什麼 轉字 應該都有學過吧 因為這些好像真的有同學不會 不會的話 這還蠻麻煩的 轉一下就好了 對不對 選擇性貼上 那你就用這個來做就好 但是實際上如果說你真的沒辦法轉 沒關係 你就想用 HLOOKA來做 所以底下的話 請各位也許 練習一下第二個 就是那個 HLOOKA的部分 那它一樣是要找什麼 找 CZ2 所以打一個 CZ2 移開 不過 它這個也是一樣不貼心 為什麼 因為它不會自己加雙引號 所以你會發現 奇怪 查詢盤數為什麼 都不會自己加呢 因為自己加一下不會很困難 所以在想 是不是他們 不同的 檔數好像是不同的 Team 開發的 可能吧 分工 所以它會變有些地方不同 理論上應該要自己加一下就好了 那 Table 的話 指的是不包含 藍文名稱的其他資料 一個 Table 那 ROOKA的Color 現在列 哪一列 查一定是查第一列 代表哪一列 第二列 比對方式呢 也是0 完全比對 找到 CZ2 它會把 入戶數量 就是這列 25帶過來 所以基本上這邊的話 單價的話 就是 剛才把公式複製好 當然你也可以試著 像又填滿 然後把它改成什麼 橫向有沒有 這邊變三 所以你其實可以 假如說 不過只有兩欄 當然你也練習 如果說你要練習的話 這個地方可以 變成什麼呢 COLU 它會自己出現 不要加一次 COLU 不過它 只會加千瓜糊 自己記得補一下後瓜糊 不然少一個瓜糊 會出錯 打勾 向右填滿 不過向右填滿 還要記得 把這個範圍 按F4 不是 應該F4 我按到F3 F4 記得鎖哪一個呢 記得鎖藍 為什麼 因為你要向右 向下才是列 向左是藍 打個勾 試一下 588 放開就OK了 記得鎖完鎖略要搞清楚 所以如果說這個做完之後呢 請各位可以試一下 就是說我們在上面有一個練習題 這邊有一個往上 有一個九九層法表 九層法表的話 我如果希望做出什麼 類似這樣的一個九層法表 當然有幾個做法 就是說第一個 你可以先在上面1 Ctrl線 拖拉過來 1到9 1到9 那如果希望呢 這邊出現的 就是什麼 一個九層法表 那規則大概就是 這個乘這個 等於什麼 這個 所以基本上 這個在前面 這個在後面 那如果希望呢 可以做一次 向右 向下 直接就變成九層法表 這個要怎麼做 這個地方 關鍵點就是 哪邊應該鎖籃 哪邊應該鎖列 如果你觀念通的話 很快就做出來了 應該可以懂那個邏輯吧 所以這邊的話就等 等於 上面 這個在前面 and換接 我把 x當成乘號 and 這個放到後面 然後再and 再加一個等號 再and 兩個相乘 這個 乘上 這個 打個勾 有沒有 把它自動好了 如果希望呢 向下 當然一定會錯 為什麼錯呢 上面沒鎖到 向右 這邊要鎖住 OK 所以應該可以懂那個邏輯吧 我希望呢 能夠 向下 向右 九層法表 全部做出來 該如何做 試試看好了 所以這邊的話 請各位自己要開個新的工作表 名稱叫九層法表 試一下 畫面先還給各位